因犹差度生 君不离说法也 但说法不能离自觉 菩萨自己成就了 他也要同时度众生 怎么度众生呢 讲经说法 怎么样让自己讲经说法 度得了众生呢 首先要做到自觉 就说自己要有智慧 那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智慧呢 佛家讲要有根本智 有了根本智 灵就有能力出去普度一切众生 到那个时候 另外一个智慧又起现行了 它起作用了 就是厚得智 所以我们先修清净平等去 到以后原成熟了 你就普度一切大众 顾下云 舍离一切执着 你看 菩萨是对于一切法都不执着 因为这样子 他就成就无量功德 什么是无量功德呢 就是底下所讲的 以无碍会 解法如如 我们学佛这么长时间呢 甚至于学了几十年呢 为什么智慧没有现前 什么原因 因为我们还有分别 还有执着 还有想法 哪一天呢 您连这三样东西 通通都没有了 那个智慧呢 它自然就先前 那是什么智慧 就是此地所讲的 无碍会 无碍的智慧 起作用呢 就是底下一句 解法 如如 您对于一切法 都明了 什么叫如如啊 说老实话 一部《大章经》 到底讲什么 两个字就讲完了 还不到一秒钟 如如 什么叫如如呢 古大德解释 一切法皆如 你看 就讲完了 二十二年 就讲这两个字 如如 什么又叫如呢 如其信 信如其法 法如其信 信是一切法的体 法是指的万法 任何万法 都是从自信里面 变现出来的 自信就是我们常说的真信 《大圣经》里面说 万法 从心 相生 一切法 从心 相生 所以 整个宇宙 都是从我们心里面 变现出来的 那么 今天呢 我们变得 这个环境 很不好 原因就在于 我们 这个 真心当中呢 有一念不绝 那个一念不绝 也就是指的 这个阿勒耶 第八十 这是旺信 所以学习佛法嘛 就是把这个八十呢 转过来 法相中说嘛 六七音上转 五八果上转 第六十 第七十 您把它转过来 前五十跟阿勒耶 第八十 它自动的 就转过来了 第六十 最大的功能 就是分别 第七十 最大的作用 就是执着 我们看这段经文呢 其实都在讲什么 四个字 都是叫我们 看破方向 您能够把它 它一转过来 自自然然 无外汇 就起信心 有的智慧好啊 到那个时候 如来真实意义 您全都误入了 前面不是讲两种入吗 理入 行入 从行入的 是生活当中误入的 从礼入的 多半是听佛菩萨 讲经开示 您听明白了 觉悟了 如同会的大师 听他的师父 讲经刚经 还没听完 听了四分之一 他就怎么样呢 全部通打 礼入 下面讲到 从明自立 知行圆满 菩萨们修行 达到了圆满 此四句 以设离执着为守者 因此时为 入道之关键 世尊 赌明心 而策悟本心 开口第一句便道 一切众生皆具 如来智慧得相 为妄想执着 不能正德 的的确是 舍离执着 是我们这一生 入道 成道的关键 世尊当年呢 也是做一个 视线吧 这是我们一般所讲的 表演 出生在帝王之家 王太子 后来是舍弃王位 这个太子的位置 他不当国王呢 他本来是可以当的 他们两兄弟呢 他是大哥 他放弃 后来 经过十二年的苦修 有一天在菩提树下 夜赌明心 大车道 他开悟的第一句话 就是说什么呢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我们听了这句话 觉得好惭愧 本来都有 现在怎么样 没有起作用 为什么没有起作用呢 因为我们有执着 有分别 有起行动力 该怎么办 放下便是 所以啊 这个法身菩萨 他们就能够随顺佛陀的交接 明白事理之后 人家能够真正的老实造作 他得到真实的受用 有了真实的受用 人家就可以 有岔渡生 哪个地方需要他 他就可以呢 到哪一个佛国土 度化那里的有缘众生